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河南洛阳 我现在寻找了一处古建筑 就我身后这处 洛阳的古楼 在古楼的下方现在还是正常通过 但是外地游客很少来到这里 居然来到这里也是匆匆一过 这个古楼正名桥楼位于现在老城区 东大街的中段 它离这个立井门还有洛阳老街非常非常的近 这个古楼最开始不是建在这里 它根据洛阳限制进来 它原先是建在福秦街,福王府 后来在万历四二年一建于东大街 在古楼下方还有户人家 这里的游客明显的就比较稀少 这个中古楼在古城是用于白天报时 晚上报工的作用 那里还有户人家居住 在青岁日里面还有乾隆里面 古楼有两次大修 在上方为两层的木质建筑 在1972年因为这里年久失修 就把它给拆除了 但是我们下面所看到的城墙 还是明清时期的城墙 这些青砖古瓦让人沉浸其中 这个地方没有开放 这个楼梯可以直接通往古楼的上方 附近还有几处老房子 这条街呢 比我们刚才走过的利景梅那里呢 相对来说要干净一些 抚摸一下老虫砖 感受一下老虫楼 这一处的墙砖呢 还有雕刻 这一处的古楼呢 古楼不大 但是墙砖古土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来这里看一下 现在我们洛阳的古楼就先拍到这里 我们下视频见 西攻 Jest 3 2 谢谢大家